欢迎来到今天的波罗开箱 我是波罗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小物件 是由曾经的胶片巨头柯达 于这两年所推出的产品 口袋照片打印机柯达mini2 那么废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开箱 这个外包装很有柯达的风格 侧面写的这个Fullpass 就是这款照片打印机所运用的色带热升华技术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就是一张照片要通过四次打印 前三次分别打印上红黄蓝三种颜色 最后一次是给照片镀上一层保护膜 这个技术的优点就是可以让照片保存较长的时间以及防水 根据官方的数据是可以保存十年左右 当然缺点就是打印的比一般拍力得稍慢 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不是很能理解 没关系 在我们一会儿的试用中会有具体的展示 打开它 非常简洁的就是一台主机 说明书 以及一个Micro USB的充电线 主机非常的小巧 我们拿iPhone10来跟它对比一下 大小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是厚度是要厚不少了 重量为238克很方便携带 侧面是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以及蓝牙指示灯 内面则是相纸仓的开关 这样一抠就可以打开来更换相纸以及色带了 这台主机目前在淘宝上根据店家折扣的不同 大概在500到700元之间 加拿大的亚马逊是税前119加币 相纸则可以单买20 30或者50张一盒 平均下来大概是3到4元一张 像这种30张一盒的 在亚马逊上是21.99到一盒 淘宝上大概是100人民币左右 一台新机会自带8张相纸 所以说如果新机打印章数少于8张 那很可能是买到二手的吧 这台打印机配备了620毫安的锂电池 充满电可以打印20张照片左右 以手机的连接方式 iPhone可以通过蓝牙连接 Android则可以通过NFC进行WiFi的一键连接 下面我们来实测一下它的打印质量 现在已经开机了 首先要通过蓝牙连接 连接成功后要通过App Store来下载柯达的手机APP miniShot 现在已经显示找到打印机了 那我们只需要打开图库 选择一张我们要打印的照片 在编辑中调整大小 你同时还可以在这个APP里添加一些不同的滤镜 我们就不去折腾那么多 直接打印 我们下载柯达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在打印过程中 打印就会将照片打印4次 这就是最后的产品了 色彩以及细节 对比原图当然是略有损失的 但是作为一款变现产品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照片的背面 如果你将它撕开 实际上是一张贴纸 很方便就可以贴在冰箱等地方 最后再说一说 其他的一些类似的产品 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有 惠普小益 以及富士的Instax Share等 价格在800元左右 稍高于柯达的迷你2 但是单次打印成本较低 所以在性价比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主要还是看你更喜欢 哪一款的造型 以及色彩风格 像富士的话 用过他们拍立的朋友都了解 富士的照片一般会偏亮 有一种门龙滤镜的感觉 而这款柯达 它则是更偏向真实一点 那么今天的播放开箱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